他們身上有這麼多閃亮的光芒 實在令人喜愛和尊重 動力的傳源 新生代偶像的魅力 Super Idol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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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名人堂 今天來到這個節目 Super Idol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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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請到很多朋友 在我的節目裡 和大家一起分享他們的近況 他們的新聞 他們近期有什麼搞作等等 我們節目的宗旨 其實都希望在紐約的朋友 更加了解一些香港的朋友 一些藝人 我也很高興 我請到一位朋友 是來自ViuTV 一位主持 一位演員 一位毛特兒 有少許妒忌她 因為她有高 特瘦 據聞她也是盈藍的筍盤 我今天要問一問她 我更加妒忌她 她可以站在七師傅旁 和她一起做節目 今天請到這位朋友 就是Brian的陳安 Brian 你好 Brian 你好 Hello Eddie Hello 很開心 Hello海外的觀眾 Hello New York的觀眾 你們好 Hello 我是Brian 近期你都人氣急升 因為隨著這個節目 七福星得救星 其實這個節目很受歡迎 我想問問你 怎樣引笑的 很棒的 因為七師傅 從來都是不安排你出牌的 就算可能我們寫師 本人已經合了 有個script 但他都會 總是會給你驚訝 總是會有一些驚喜的 所以跟他拍攝是很開心的 還有 平時我們拍攝節目 如果你笑場 拍攝你笑場 就不行了 那就要NG 但這個節目就不要緊的 當七師傅做了一些 出奇畢異的事情 令到他爆笑 就是show must go on 大家是照去的 但怎樣擋 有時候 譬如我們做show的話 東套時候有一個script 要follow 就算當然有爆肚的情況出現 但是我跟 譬如蓮美娟聊天的時候 或者跟七師傅聊天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沒有script 就是說完全來到 去就去的 由得他自由地奔放地去 就做個show出來 好像我問一下娟姐的時候 他們不是有場結婚的 跟七師傅 是是是求婚 完全不知道做什麼 只是帶個身體和靈魂出去 那一次結婚也很好笑 我大概知道 我最後有個婚禮 那樣叫我做婚禮師 那我就好像以往 我也有幫人做婚禮師 那我就想找人做婚禮師 那一部分 突然之間 她說結婚之後 師傅就說 好了 金姐我們要跟你離婚 然後拉了她男朋友 阿龍上來 就說 我們又結婚了 她是永遠有很多surprise給你 令到我們很開心 那還有就是 就是拍這個節目 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永遠都不知道下廟是什麼 是 還有就是有時候 有些很尷尬的情況 就是大家dead air 如果不知道怎樣接她 不知道怎樣回應 反而觀眾是喜歡這種dead air 那種awkward的感覺 我知道七師傅很多時候幫一些藝人 幫一些助理 贈你們的金句 轉運 轉阿雲 她有跟你說過 你很乖 叫你放一些壽性出來 是不是 是 其實七師傅都幾影響我的 其實我入行其實都一段幾長的時間 差不多都十年了 尤其是我上次看你們訪問Hailey 訪問一姐的時候感受好心 是 因為我是跟她一起去參加個比賽 一起由NowTV 一起ViuTV 一起去成長 是 那我一直做 我給人的感覺都是 Brian是很乖仔 很斯文 很正經 他主持 那其實我私底下又不是這樣的 我私底下都 都funny的 我覺得 我正想問你 是啊 我鏡頭面前我呈現不到這個funny出來 但是七師傅就很幫了我 在這個節目首先已經是很funny的節目 你完全不可以正經去對待他 是啊 正經你就輸 認真你就輸 一定要跟他去瘋去玩 一起去虐地 一起去哭 去投入去做那件事 另外他給我指示 就是他經常都說你要釋放你的壽性 哇 那邊 那我覺得這個指示是挺幫到的 然後之後 自從七福星之後再拍公司其他節目的時候 有些監製導演都覺得 這幫人你轉了少少 你不同了少少 即是你放了你這個人 那說到入行 你都入行了一段時間 那我們都想知道 其實為什麼你會想入這個娛樂圈的圈子裡面 做明星或者做主持呢 以我所知 你也是一個運動員 打籃球 那也是很熱愛健身的 那為什麼會是 待會想入了這個娛樂圈的行業呢 其實真是很幸運的 我人生第一份的工作 大學畢業的一份工作 就是進了電視台 撇除了一些其他的part time 大學part time 那時候就是參加了比賽 那覺得好像好多姿多彩 有一個新的電視台成立 有些新的anchor 有些主持 那試試玩吧 那沒有輸的時間 那輸了就找其他工作 或者做不到就什麼 那進去就發覺 咦原來做主持是挺適合我 挺開心 那還有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大學有一年就去了捷克 Chack Republic那裡去教 去讀書 那年又改變了很多 我覺得原來這個世界很大 原來不止香港 我這個世界很多姿多彩 那我那時候就有個想法 就是我要做旅遊節目主持 很想可以 那個工作可以到處飛 不用錢 但是又可以到處去 去見識不同的東西 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認識很多好東西 那又發覺原來 進去電視台參加比賽 就有這個機會 可能可以做到旅遊節目主持 那其實呢 你都是現在在ViuTV裡面 都是大會主持很多的 綜藝性節目 或者一些大數 你都做主持的 其實你對這個主持方面 你覺得是不是 你喜歡做的事情 這行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今天我的工作是演員 明天我的工作是做大會司儀 然後後天有一個工作 我是做訪問嘉賓的一個主持 這個靈活多變 我是很享受的 一路入行的人說 其實你喜歡做主持多些 還是做演員多些 那我覺得 最貪心的就是 可以不停地去移動 去有不同的角色去玩 那就很棒 那坦白說 我覺得自己在私儀方面 是擅長一點的 就是做一些現場的一些show 一些不同的event 我是做得好一點的 演員我是很喜歡的 但是我覺得演員是一個 很長的修行的過程 你要做成為一個好的演員 是一個很長很長的路 要有一個人生 很多的經歷 要有很多的經驗 要有很多的作品去建立 你才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演員 那這個就要很努力很努力 我記得我第一次認識你的時候 就是自己幾年前 我覺得我忘記日子 就是看電視劇的時候 家裡每天都看了電視劇 ViuTV 那我就挺喜歡抽官的 那我那時候 鄭少秋 過了ViuTV? 去拍劇? 那我就說 是的 讓我看一看陶大宇 鬼探前轉 鬼探前轉 然後看到你 這個人挺有趣 做戲OK 乖乖仔 因為我開始第一次認識 然後看看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因為我想知道演員是什麼 電視劇裡面 我覺得有不同的發揮 那你當時跟抽官拍劇集的時候 你覺得很緊張 很棒 抽官真的 抽官是很疼很疼我們 因為在劇裡面 他是做我們的師傅 是的 我們有三個徒弟仔 有盈鶴修 有麥子樂和我 那開始呢 因為他是大大大前輩 從小 不單止我從小 可能我爸爸媽媽從小 都是看他的作品大 一個很厲害的前輩 那跟他拍 反而接觸呢 他真的是一個 做回一個師傅的角色 是很照顧我們 我很記得有一次就是 我們拍劇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關係很好 經常都會聊天 大家去交流 因為想真的做到 師徒那種關係 那我們在一個 在一個離島 那天是夏天的時候 香港很熱的 你知道香港是三十幾四十度 這樣 熱到那些妝都用了 是的 那麼呢 秋冠就休息的時候 他休息 永遠我們休息 啊 什麼時候拍呢 秋冠休息就是這樣的 他永遠大盒這樣坐 真的 腰骨也是挺直的 挺直的 他就拿著一個風扇 一個電風扇 很大的電風扇 去吹 那我們就純粹在那裡 找些話題 哇 秋冠 你的風扇很厲害 這麼大個 很帥 很帥 那麼 純粹聊天 就是這樣說 他又是嗎 是嗎 挺好的 下次拿一個給你 我們都 沒有懷疑 第二天拍呢 他真的找助手 買了三個 一人送一個 很大的很漂亮的風扇 就送給我們三個 然後我覺得 啊 前輩明明這些是 我們徒弟做的事 但是他就窩心 真的很照顧我們 其實我覺得你在幕前的演出 或者幕前的工作 都有不同的 那你覺得自己的定位在哪 因為我又見到你做主持 又拍一些的旅遊節目 又在七福星七九星裡面 搞笑助理 董明夫仔裡面 拍攝 拍攝 那就是完全 所有東西都不一樣的 是不是 其實你想做的定位是什麼 其實都幾難得的 因為通常呢 就是入行 頭幾年才有這些 這樣的機會可以 每樣都去試 或者這麼多不同 這麼多變的工廠 那我覺得入行去到這個位 都還有機會可以去 試不同的 role 或者不同的角色去做 那我很開心 那我自己 我又覺得其實 人生呢 不只是做一件事的 人生其實可以 同時間做幾件事 我最近呢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我幾個影響 有一個叫日本的 formula of happiness 一個快樂方程式 是 叫做 ikiga 就是meaning of life的意思 原來日本人幾百年 已經有這個智慧在這裡 人生怎樣追求呢 就是原來你可以分 四個圈的 四個圈就是 第一個圈就是 你最喜歡做的東西 你最喜歡的東西 第二個圈是 你最擅長去做的東西 嗯 第三個圈就是 你最 這個世界需要你的 世界需要 你可以inspire到別人 可以幫助到別人的 是 第四個就是 你最賺錢的 就是這件事 是令人最賺錢的 是 那我覺得現代人有時候 經常很confuse 就是 他將這四個圈 都放在同一樣東西 我要 好像我的一個工作 要滿足四樣東西 但其實是不需要的 你可以找一件你很喜歡的東西 同時間你可以照做一些 你很賺錢的 但不是說最喜歡的東西 就是其實可以平衡四個圈在這裡 那我放回去 好像都遠了 但放回去在演藝事業都是 我可以同時間是 私儀 可以是 可以是 節目主持 可以是演員 可以是可能 一個訪問 一個anchor這樣做 那我覺得其實是ok的 我知道你近期 都在拍電視劇集的 是不是 就是說都很忙碌 在電視劇集的 季前賽裡面 是做一個籃球運動員 可不可以透露一點點 現在就在拍 一直在拍 因為疫情有一點點影響 令到拍攝有一點嚴重 但之前都拍了很多場 很開心 因為裡面有跟MIRROR在一起 有MIRROR的成員 甚至是有一些是 我和我一起打球的 本身不是artist的 一些很厲害的香港的 一些籃球運動員 我的朋友來的 都一起加入去拍這個劇 那 我最開心就是 其實入行的時候 都有一個想法 開始接觸電視劇 電影的時候 經常都在想 有沒有機會可以拍一個 青春偶像劇 是跟籃球有關的 因為所有運動裡面 我最喜歡就是籃球 以前打大學籃球隊 後來又和一些藝人朋友 做一對明星籃球隊 我每天都在幻想 什麼時候有機會可以拍一個籃球的青春劇 一直幻想 過了30歲之後 反而 原來30歲之後就有這個機會 我們一邊拍 譬如我們拍了很多打球比賽的戲 以往拍劇 其實拍劇是辛苦的 因為你要很長時間 你之後可能 凌晨4、5點開始拍 拍到晚上11、12點 第二天又來過 拍劇是辛苦的 但是這次這個劇 因為是打籃球 整班都是很喜歡籃球的演員 一起去拍 是很開心的 大家是無限精力的 可能導演去設定機位 打燈的時候 喂!逗球了 整班就馬上衝過去 無論是姜濤 無論是肥仔 大家都會一起去打球去玩 那變得很快就熟了 因為有籃球這件事 甚至是我們化妝的時候 化妝不能打球 你去設定頭 化妝準備 坐定定在那裡 又有另一個演員 又拿過 喂!今天勇士 勇士帶照顧人 一起看 拿MBA出來 然後大家又會 一起去討論 那場球 討論球星 整個感覺 我自己覺得真的很青春 好像回到以前大學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不是一般的拍攝 我覺得真的好像一班人 很熱愛籃球 然後一班人去做這件很喜歡的事情 這個很有話題性的節目 其實在香港方面都很大膽地推出 賭命夫妻 賭命夫妻 其實在我們美國 都有這麼多類似的節目 當初你拍這個節目的時候 你做一個兼職男朋友 還染上髮 還跟Luna在那裏塗太陽油 那些 你接這個節目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就是說 咦!是不是對我的 我的形象 你乖乖的 是不是真的好像七師傅 告訴我 我要將壽星釋放出來 做這一出的真實的真人show 是 我一開始去找我拍的時候 我記得上公司開會 然後他們說了這個想法出來 可以不可以嗎 人家已經結婚了 是老婆來的 有老公 我們做兼職男朋友 都可以的 你當那些約會考驗 但是要塗太陽油 要有身體接觸 我也有懷疑的 但是去到拍的時候 反而那一班人妻 他們會令你放鬆 因為他們很投入在這個拍攝那裏 他們是沒有所 他們玩得很瘋 很開心的 甚至我後來認識他們的另一半 他們都是一個節目參與 他們其實參與得的參加者 其實都是很open 很玩得的人 那變了我們就 大家拍攝的時候 就很投入去做那件事 其實就沒有什麼尷尬 挺有趣的 experience 其實也是一個show來的 其實都是 但是我想知道 因為香港之後很多媒體都會訪問我的 看法 或者香港有些人會覺得太過破格 很不保守 那件事 但是在海外的觀眾其實是怎樣看的 其實這件事在海外來說 我不是說內容方面 其實已經是司空見慣的 很common 很common 因為現在其實 無論在香港也好 或者在美國本地也好 是真的很流行一些真人show 就是在電視節目裡面 選擇一些的 選擇老公 選擇老婆 一些的搞鬼節目 比如說是食蟑螂 那些變態的節目 這裡有很多的 比如說你們做這些節目其實都有的 香港的觀眾其實都看很多的 譬如有些Netflix Too Hot To Handle 不知為何香港人看外國人是很接受的 但是香港人做的已經是 但是那個level低很多 他們就覺得可以 這樣啊 有些觀眾會覺得 可以不可以啊 雙風拜可以啊 但是我自己再看 我參與了一個小部分 但是我看回他們整個節目的時候 其實是 很有意義的 這個節目 因為他表面那一層 其實是最開頭而已 那些是鹽花來的 吸引你去討論 是啊 但是其實在最後 他真的很深入去討論 那個兩夫妻的關係啊 究竟婚姻是甚麼啊 兩個人的相處的意義在哪裏啊 其實那些部分是挺有意義的 我都覺得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 譬如說 我們有這個節目看的時候 即香港這個節目 我們在美國自己說 這些節目在香港行不行啊 因為都有這樣的觀念 因為其實香港其實挺傳統的 就是比較上看節目那些的觀眾 比較上是傳統一點的 所以這些新的東西 其實只是吸引一些年輕人 或者一些年輕人 或者思想開放一點點的人 所以我們又覺得 是的 會不會接受到呢 不過說一句 有很多事情都要嘗試的嘛 你嘗試才會知道 究竟市場是去到哪裏 所以我們在自己做這一行的時候 就看 香港行不行啊 不過都好啊 為什麼不 就是多一件東西 去給別人看 多一件東西被人減責 去選擇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其實都挺難得的 因為ViuTV呢 我們都挺破格的 就是嘗試去做一些新的東西 新的節目 那開始的人會覺得 你只是給年輕的觀眾 滿足年輕的人 其實又不是的 是的 舉個例 比如說 我們之前有一套劇集叫做 大叔的愛 就是男男之間的感情 愛情 我沒有參與那套劇 但是很好看 你會發覺原來 當身邊的人 不是只有 年輕 開放的人去看 原來他會影響到 家裡老一輩 可能 爺爺媽媽都會看到卡卡聲 都覺得很好笑 都會享受到 那我覺得 我們原來也有個 有個意思在那裡 我們不只是做給一些 開放的人 可能我們可以 令到一些人慢慢都開放 可以接受多些新的東西 那說起你的形象呢 Brian 你給別人的形象 是玩歸仔 文德彬彬 型男筍盤 六隻二吋高 那其實你真的沒有什麼緋聞 你爲什麽可以維持到 零緋聞的呢 不是的 其實有的 其實都 如果你Google search 我的那些 緋聞女友 其實都有些 有些 有些 我現在有個很穩定的女朋友 一邊拍拖 差不多 拍了四年多 都很公開 我都不是說 那些拍拖要地下情 閉閉閉 告訴別人我是單身的 我又沒有的 我是 很open 去討論這個感情 甚至在節目都是 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我有女朋友 然後公司經常推我去做 譬如之前 賭命夫妻 譬如做美人 那些 經常都要去誘惑那些 女參加者 或者玩那些遊戲 要跟那些 有很多接觸 很close 我經常都是在節目 我有女朋友 我有女朋友 快來 都幾有趣 這個 其實你有沒有覺得公開女朋友 會影響到你的形象 或者有時候覺得 如果沒有女朋友 或者地下情的話 會是事業方面會更好呢 有些藝人 有些人都不可以說 或者偶像的話 都可能說不行 如果一公開了 我有女朋友 那些粉絲很不開心 我想因為我真的沒有這個煩惱 因為我覺得自己不會是偶像 也不會有一群粉絲 要寫信給你 你不可以結婚的 你要叫我男朋友 我沒有 從頭到尾刀 你未知道 可能會有 可能有 什麼希望都有 很公開的 譬如我們拍拖的時候 逛街看電影吃飯 其實真的 有時候有些人會認得 不打招呼 我覺得挺自在的 我不會因為我是做藝人 我要收藏我的師生門給人知道 因為另一半其實 他都是做電視的 他之前在另一個台的 反而那些人更加討論 你去另一個台 更加不可以說 可以不可以交給公司發現 羅馬歐語朱麗業 但是我們又沒有 我們很做自己 我覺得你在主持 電視劇集 都很成功 甚至乎做記者等等 有沒有想過考慮一下 唱歌跳舞呢 這方面嘗試過一點 但是好像不太好 我就倒閉了 你唱歌不可以 還是跳舞不可以 兩場都不可以 原來你發覺人生去到一個年紀 有些東西你試過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不適合 就可以放下 其實唱歌和跳舞都是 我覺得 譬如唱歌 我可以跟別人去唱棋 私底下唱 娛樂是可以的 但是你說去到表演 表演的層面 我交給一些 真的唱歌很棒的朋友 他們的表演交給他們 Brian 我們節目的終止 每一次請嘉賓上來 都要玩玩一個 夷彈日的遊戲 好 是不是那些 阿媽跌下水 還是 你先救誰 好 你選擇困難症 還是你覺得自己是當機立斷的 曾經選擇困難 越大就越當機立斷 是不是呀 好了 今天看看你究竟是當機立斷 還是究竟是有選擇困難 好嗎 是 悠遊寡斷 好 第一個問題 如果有一天 你在一個無人孤島裏 只能帶一個人跟你一起 選擇就是 要是帶七師傅 要是帶八兩金 你會選擇帶誰在你的島上 跟你一起生活 七師傅 因為八兩金 我沒有這麼認識他 個人我沒有接觸他 但是七師傅和他 這一年這麼多相處 真是一個師傅 跟我已經很close的關係 我覺得起碼我們一定不會悶 他一定會想到很多古靈靈靈 每天都過得很充實 還有七師傅的生存和適應能力 是很強的 很強的 我們拍節目的時候 有些畫面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要他可能脫鞋 在石灘 可能很多石的地方 要走過去 我們都會 師傅我扶你 慢慢 不用了 好像一隻猴子 跳跳跳 他就已經跳到他那個位 他的身體的體能 適應能力很強 所以跟他去孤島 他甚至可能可以照顧我 幫我捕魚 幫我捕魚 骨子一旋 和你逃出這個深天 是吧 是 好 第二次問你 有機會拍一張電影 是做一些美國的漫畫英雄 如果有什麼選擇的話 你想做這個綠色巨魔 The Hawk 還是Iron Man 那當然是Iron Man 為什麼每個人都會選Iron Man 我覺得憤怒的綠色巨魔可以的 是 變形合意 因為Iron Man 又有最高的科技 又有錢 又有美女在身邊 跟著那些台詞那些對白又是最正 最精勁 還有那個Ending 就是如果看Endgame 他還有那幕很慘烈的犧牲 令到一些人為他流淚 好得比 真的 我問了幾個都是選Iron Man 第二天我就把這個剔除他 不問Iron Man說其他 有人選 Iron Man 但是那個層級太高了 實在 你可能要找一個跟他差不多 就是可能 鷹眼和 那你其實這麼多個 你最喜歡哪個超級英雄的 都是Iron Man 其實 其實我挺喜歡黑豹 是嗎 那部電影 是 OK的 因為他 我喜歡他 他除了自己有超級英雄 不是 他的能力很強 他很有承擔感 他要背負他的民族 他的國家 是 是 是 最後一條問你了 你現在今時今日就是 今星的藝人 如果有機會給你選擇的話 你究竟想做一位成功的 NBA籃球員 今時今日一個成功的藝人主持呢 如果做到NBA球員 當然是做NBA籃球員 給你選擇是嗎 當然啦 如果有一個超級英雄 可以令到我 Tinker Sam變成 LeBron James 你可以 Michael Jordan 簡直是夢寐以求 是嗎 有機會可以來到美國 紐約看NBA 因為Edan跟我說 都想過來看NBA 你奏到時間都可以 這個也是 其中一個人生 又不是遺憾的 因為還有機會 因為 我在NOW TV的時候 他們知道我很喜歡Sport 很喜歡藍球的NBA 那我有一段時間 我是做很多NBA 可能我會 幫公司寫專欄 是 我又做一些 旁述 一些比賽 甚至是去做訪問 我記得 他China Game的時候 有幾場呢 那我是代表NOW TV 去訪問我最喜歡的 一些NBA Player 是 那是很開心很開心 那些是 原來有些事情是不算錢 就算那個工作是沒有錢 你都很想很想去做 偶像那樣東西就是 他給了一些信念 可能你工作 你生活失意的時候 你見到他的作品 或者你見到他的歌 他給了一些很positive的能量 一些信念 我覺得這樣東西其實是需要的 嗯 OK了 還有很多事情想問Brian 時間關係 不能夠 不過不要緊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快快追隨 我們再安排一下時間 可以做多些訪問 不過在臨走之前 我想問Brian 有什麼想跟我們紐約的朋友說一下 首先 很感謝有這個機會 我想 我都真的是 第一次這樣Zoom 可以跟 紐約美國的觀眾 和之前Eddie一起去聊天 很感謝原來除了香港以外 在世界其他地方 原來有人在看UTV 很感謝原來我們的作品 是得到你們的喜歡 我們希望我們 拍多些不同類型的作品 希望可以 Entertain到大家 好了 多謝你今天抽時間 來到我們空氣中 和大家一起 說一下你的近況 我們更加深入了解你 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希望更加有機會 和大家合作多些 聽多些理解 好嗎 多謝你Brian 好 謝謝Eddie 多謝你 拜拜